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 柯南云版405级 海外差分版439级的案件 去叫救护车的男人 这级有一个很帅的男人 但帅归帅 智商依旧是没有的 一个普通的清晨 梅花小伙阿黄 正在熟悉的街道上晨炮 有道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子 还没跑一会儿 阿黄就发现了一具尸体 只见一个男人正趴在路边 脑门下全是血 这不是尸体是什么 可惜阿黄并不具备成熟的掩尸能力 看到这个景象 他竟觉得还能抢救一会儿 于是赶紧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电话亭就在尸体边 阿黄叫的也很及时 可惜阿黄并不具备成熟的号召力 打完电话后 救护车愣使不过来 现在知道专业团队的厉害了吧 阿黄很着急 但想到消防厅就在前面不远处 他决定亲自去叫人 梅花亭的镇警察 镇哥受到报警后很快赶到 柯南也循着声音过来凑热闹 没错 今天只有柯南一个人凑热闹 世界瞬间清静了很多 眼看人都围满了 消防厅终于到了 一起来的还有尸体的发现者 阿黄 看到姗姗来迟的阿黄 镇哥当即给他订了个逃离现场 阿黄自然很憋屈 说叫救护车的事 怎么能叫逃离现场 结果镇哥满脸怀疑 说叫救护车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报警的这个对象 早就已经死了 别告诉我 你连一尸都不会 说着镇哥就叫救护车收队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白跑一趟 没关系 我们经常白跑 被害者是一位中年男人 初步判断是后脑 遭到盾气中击后 就立刻死亡 镇哥表示 面对一个死人 阿黄还特地去叫救护车 怎么看都很可以 做米花人真难啊 不叫救护车是凶手 叫救护车也很可疑 一言一避之 都是为了赶业警 镇哥粗鲁的让阿黄 写下地址名字 登记下入狱信息 结果阿黄这一写 竟把镇哥乐着了 因为他的名字很调皮 正读顺读都一样 叫黄济黄 真是可笑的名字 你这个警察怎么回事 怎么还人身攻击了 阿黄的职业是搞笑艺人 镇哥说他不相信 因为他根本没听过 阿黄只好解释说 艺人也有不红的 镇哥很无语 说这个第一发现者 真是不正经 咋了 不正经还不允许发现尸体了 只有死生一家 有资格报警吗 眼看着米花的局势 愈加严峻 死生一家 并不能照顾到所有尸体 所以报警这种事 就得动员全民参与 而除了报警者阿黄 当事人的尸体 也让镇哥很无语 因为这个尸体 死得实在有点乐观 只见这位被害者 虽然后脑遭受重击 可是他的脸上 却挂着微笑 手指还比了个V 实在是有点诡异 这让镇哥也有点措手不及 于是镇哥竟然也对着尸体 微笑的摆了一个V 还大喊了句 Peace 震惊了一旁的柯南 幸好你是出镜了 否则这就是标准的尸体人设 很快 阿黄登记好了个人信息 而看着阿黄的个人信息 镇哥终于不再怀疑 因为他直接找到了证据 只见镇哥叫了两个手下 说要针对阿黄做一番调查 顺利的话 很快就能结案下班 这让阿黄硬脸懵逼 隐隐不安 单纯的内心里刻下了一行字 以后出门一定要学会议诗 镇哥不讲逻辑的行事作风 也成功振住了柯南 今天他没敢越线一步 而是老老实实为观 这时一个人的出现 让警戒线变得不堪一惊 那就是高木老弟 看镇哥表演了半年后 是不是觉得高木都靠谱了起来 高木的出现 让阿黄也燃起了希望 因为他们是老乡时了 高木解释说 阿黄曾经协助他们 抓住过一个顺手牵羊犯 所以人品还是可以的 那我总得有个人抓吧 这让高木有点为难 当然主要是镇哥的依据 镇不住人 幸好这时 更多的人选出现了 来人是一男一女 他们是被害者的关系人 我就说嘛 被害者的关系人都没调查 就直接抓报警者 这样做下去 镇哥的侠需 犯罪率应该能持续走高 但另一案率 绝对能大幅度减少 原来被害者是一位经纪人 名叫季叔 而深深赶来的两人 是他的同事 其中女人是季叔的公司社长 名叫大美 男人则是季叔 负责照顾的艺人 名叫阿帅 高木和柯南 一眼就认出了这张帅脸 说他之前有演过电视剧 对不对 没错 是我 镇哥掀开盖尸部 让二人认下尸 于是柯南也有了观测的机会 这一看 柯南终于理解了镇哥之前那疯狂的行为 因为尸体也笑得很开心 这时 帅哥突然认出了身旁的阿黄 诶 你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 阿黄和阿帅 租住在同一公寓的隔壁间 是老邻居了 阿帅表示 昨晚被害人技术 去了他的公寓谈室 二人针对阿帅未来的发展方向 谈了很久 直到第二天凌晨 技术才离开 镇哥推测 那被害人就是在离开公寓后 去搭电车的路上 遭到了袭击 米花亭这条去车站的路 真是故事拼出 有多少人直播在了这条路上 没能走出米花 之后没多久 阿黄就发现了尸体 话说柯南这身高 听得见他们讲话吗 根据众人的描述 镇哥妙笔生化 立马画了个平面图 没想到镇哥表面不靠谱 其实心灵受效 这直线值得 让数学老师都自愧不如 人的魅力就是在不经意间体现出来的 镇哥寥寥几笔 就履清了案发处的地图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乱用 该带走的人还是要带走 镇哥告诉高木 他要带走阿黄 不是没有理由的 首先 一般人犯罪的时候 难免会在案发现场掉点东西 但只要凶手伪装成第一发现者 不管警方发现什么 他都可以圆得过去 虽然我们还没在现场发现什么 但第一发现者这个特点 阿黄先生已经满足了 这是什么理啊 那尸体总得有个人发现吧 第二呢 就是阿黄竟然跑着去叫救护车 正常人怎么会这么做呢 这不是你们救护车来的太晚了吗 是你下去治安的问题吧 第三警方在案发现场往消防厅的方向上 找到了凶器钢拐 这说明阿黄会去叫消防厅的救护车 其实是为了扔凶器 太惨了 这里一共就四条路 那凶器总得有个地方扔吧 阿黄懵逼了 我都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要杀他 不是你杀的 你为什么要报警 郑哥自有道理 此刻他甚至已经圆好了动静 因为你不红 郑哥表示 阿黄因为没有名气 所以常常去隔壁找阿帅的经纪人 技术 帮他介绍工作 可是技术不理他 所以他就 阿黄百口莫辩 然而这时 郑哥又提出了第四点 没错 那就是被害者的死亡留言 原来 郑哥认为 技术临死时的笑脸 指的就是搞笑艺人 而他的表情再加上手势 指的就是阿黄的艺名 笑咪咪 屁死 阿黄太老实了 登记个信息 艺名也写上去 明明又没人认识 而郑哥的表现 也真的没有愧对其声优 他的声优 就是后来的毛利小五郎的二代声优 鄙视了他 还没有掌握大叔声音的精髓 但显然已经提前掌握了排除法 这让柯南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按郑哥的推理 其实换个人应该也能带走 比如就柯南来说 你可以说他符合 犯人不忘会回到案发现场 这个特性 这就够带走一千次了 柯南提示阿黄 快想一下案发时 你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郑哥真的不行 不在场证明还得老柯来问 生怕多问几句 会影响下班 可惜阿黄说 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一个单身狗 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能有什么不在场证明 没错 四点四十的时候 我正一个人在公寓呢 我还没有出门呢 这让郑哥高兴了 因为他玩的就是有罪推定 结果这时 沉没了半天的阿帅 突然为阿黄 提出了一个不在场证明 阿帅表示 今天凌晨四点四十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的时间 他又听到隔壁传来 马桶的抽水声 据他判断 那是阿黄才冲得出来的声音 高牧赶紧恭喜 说阿黄你又不在场证明了 但阿黄却有点懵逼 说这个脱罪比定罪还突然 错的表情 让柯南也有点看不惯 这时 阿帅表示他可以回去了吗 郑哥点头同意 因为他一看阿帅 就知道他没有嫌疑 阿黄说我也没有嫌疑 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去了 但郑哥不同意 说他还要把阿黄 发现尸体的来龙去脉 录个口供 问个清楚 你终于要好好问了 结果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 又改变了阿黄的命运 原来 郑哥的手下行动力惊人 盼盼发现 有一个便利店的监控 拍到了阿黄的身影 那时候正是4.30 柯南里的监控 总是好东西不拍 竟拍点误导人的东西 如此一来 阿黄说他4.40 还在家里的证词 就不公自破了 阿黄慌了 赶紧道歉 说他刚刚确实撒谎了 4.40的时候 他就已经上街了 但阿黄表示 这都是因为 他怕自己被当成犯人 所以亲戚之下 说了个拙溜的谎言 直至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证明了他的谎言 我想阿帅他 应该是记错了吧 这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说难怪你刚刚一副 错恶的样子 可惜正哥只专注于阿黄 说反正你的不再上证明 已经破了 而且你还撒谎 来 跟我走一趟 冤枉啊 看着阿黄被带走 高木无能为力 只能感叹 正哥的那些抓人依据 明明都是他自己瞎猜的而已 看上这么个警察 难怪米花这么多复仇人 而对于那位阿帅 高木告诉柯南 最近他似乎已经很少拍剧了 不过在以前 阿帅还是有点小红的 还记得那时候 他的人设 是绝对没有笑容的高冷帅哥 说着高木还是有点不放心 说他还是要去看看阿黄的真讯 别给打死了 真像什么的 就交给老柯 于是柯南来了了 阿帅所住的公寓 正好遇到大美小姐 从屋里出来 于是他开启了 又问必打开关 我家侦探是个柯南 嗯 随便问 柯南问大美 昨晚经纪人技术 到底跟阿帅聊了什么 所谓的未来的新发展方向 又是什么内容 内容嘛 巴拉巴拉 大美的应习化 让柯南终于明白了一切 但并着做老大的尽职尽责 惠人不倦 柯南已经骑上了共享单车 要把这新鲜的教育素材 献给高木老弟 大家不要学柯南 在马路中间凹造型 原来大美告诉了柯南 技术给阿帅制定的新发展方向 就是笑容 因为阿帅的高冷路线 早就已经遇到了瓶颈 而技术又考虑到 阿帅笑起来其实非常迷人 所以他希望阿帅以后能以笑容示人 走这个比较亲切的路线 高木有点懵逼 柯南老大进取提示 不过突然这么跟阿帅说这种事 我想他一定感到想杀人吧 高木有点理解了 说那毕竟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 我也能理解高木老弟 在我们米花当警察 要的就是想效力 因为总是有让人费极的动机 然而此时还是有点说不通的 于是柯南又告诉高木 其实被害者技术 非常关心阿帅 有多关心呢 原来技术已经被查出 只剩半年可活了 但考虑到阿帅仍然在事业低谷 所以技术卯足了劲 也要想办法让阿帅重新红起来 这是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事 最后技术就想出了 让阿帅露出微笑的设定 一吧 高木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案件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话没一转 柯南带着高木 把大家叫回了案发现场 郑哥有点不爽 说到底有什么天大事 告到他又跑一趟 其实凶手不是阿帅 就这点是 话说阿帅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少女 这手势 这小腿 刚刚的审讯经历了什么 高木表示 首先要推翻的 就是扔凶器的方向 事实上 凶手往往会抱着误导警方的心理 故意朝不会惹上怀疑的方向扔凶器 但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又太刻意 所以可以推断 凶手就是住在和扔凶器方向 成直角的这条路上的阿皇 或者阿帅 这个推理法 其实跟郑哥的推理法没什么差 不过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嘛 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 才是关键 那就是阿皇之前为了不在场证明 而撒到谎 虽然那只是一个谎言 但真正的凶手 却想利用这个谎言 为自己做不在场证明 没错 凶手就是阿帅先生 看来这位帅哥虽然话很少 但不影响把自己给交代 说着高木还到处的动机 昨天晚上 被害者去你家里 以经纪人的身份建议你转型 为此 你就要抛弃酷酷帅哥的形象 你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就 阿帅过分坦诚 面对这一句话就可以推翻的证据 以及过于离谱的动机 他竟然承认了罪行 哼 我可是阿帅 怎么可能像个傻子一样笑来笑去 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我去 人家不是图你笑起来更帅吗 走另一个风格的帅而已 又不是让你以后别帅了 阿帅不能接受自己要笑 所以今早经纪人一走 他就萎萎了上去 然后随力捡了根钢管 便一管子打死了经纪人 罪恶毒质 遍地凶尽 不管是主动动手的钢管 还是被动动手的电线杆 轻轻松松要你命 最后就要说这个死亡讯息了 原来 禁书临死前的微笑和手势 其意思是 阿帅 笑容啊 用笑容面对大众吧 因为你的笑容真的是很棒啊 大哥你刚被他打了 还管他笑容棒不棒 众人感动了 纷纷沉默了 幸好还有个正常人 郑哥说他感动不能 这个胡扯 怎么可能会有人想鼓励 攻击自己的犯人呢 于是高木以自己出场 400多集的资深阅历 告诉他 就是有啊 眼看阿帅已经认罪 凑合一下也能解案 但高木表示还没完 希望郑哥能向阿皇道歉 毕竟直接怀疑他是凶手 把他逼到撒谎的人 是郑哥 那牟里得到多少钱啊 幸好辞职了 郑哥也是个汉子 郑总给阿皇道了歉 这让柯南也很自豪 不会是我看中的高木老弟 最后 阿皇对高木表示感谢 因为当郑哥讲出那个死亡讯心 就是指他的医名时 他觉得简直有理有据 自己都要被说服了 但高木和柯南告诉他 别放心上 这个说法一开始就很勉强 因为死者应该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艺人 所以他怎么可能表达得出来 这让阿皇再次错愕 原来连圈内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难怪高木老弟说 这个案件是个悲伤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看到面瘫的演员要予以包容 毕竟让他换个表情的代价太大了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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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